2017年11月22日晚爆發出的紅花藍幼稚園略童事件 經過了將近一個星期的調查 警方終於發布了相關情況通報 大概內容如下 第一 經公安機關調查 長陽區紅花藍新天地幼稚園教師劉某 因採用縫衣掙扎方式掠帶被看護人 被刑事拘留 第二 經調查 該幼稚園8名男性教職工 工作中均不具備單獨接觸兒童條件 並且專家會診相關設施女童均未見異常 第三 取證設施班級監控視頻存儲硬碟已損壞 原因是庫管員因設備監控噪音大 放學後經常性強制性斷電導致 目前警方全力以赴已恢復約113小時 並未發現有人對兒童實施寢愛 第四 網傳設施幼稚園群體威脅幼兒等內容 均為劉某和李某二人編造 目前 劉某已被刑拘 李某經批評教育後在微博公開致限 第五 該事件發生一天後 某電視臺報導該幼稚園被餵食藥片的情況 經核實 西柔然家長狗某誘導其孩子編造 後電視臺記者劉某未經核實 直接下載使用並播出 第六 涉事女童家長趙某發表的爺爺醫生 叔叔醫生脫光衣服檢查女兒身體的言論 經核實均為其編造 並表示願意向社會澄清事實公開道歉 第七 公安機關將會進一步開展調查工作 讓我們事故以待 看完了這篇藍底白色的情況通告 小編是一臉的懵逼 我們來一條一條的梳理 第一 但凡有對待祖國未來花朵 有任何危害行為的人 殺一警百 不足為過 第二 該幼稚園8名男性教職員工 不具備單獨接觸兒童的條件 那幼稚園外的男性呢 是否所有入園的男性都有所排查 第三 又是臨時工的郭 小編就不予以評價了 如果相關部門需要IT高手恢復硬盤 可以聯絡萌傳媒 或者您去聯繫下給陳冠希修硬盤的師傅 第四 劉某 李某 我們想對您做次專訪 不知相關部門可否批准 第五 這位孩子的家長 您為什麼要這樣做 拿自己的孩子的名譽和生命開玩笑 人家救援員怎麼得罪你了 同時善意提醒這位電視台的同行 下次發片子之前一定要讓相關部門審核 或者您可以考慮加入我們 第六 這位家長趙某又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難道他願意告訴全世界 他女兒的身體被某爺爺某叔叔共同欣賞過 瘋了嗎 這是 第七 請人民的公僕 公安同志們 行性好 調查迅速地證據其算項 過程公開點 良心存在點 當然也有些高人看得明白 理得清思路 比如有位叫做王洪波的老師立刻發表言論 家長趙某某關於醫生叔叔 醫生爺爺言論若細編造 絕不能澄清事實 公開道歉就了事 屬於嚴重擾亂公共秩序 侵害他人權益 建議判處重刑 以敬效忧 同時支持三色幼兒園向他索賠直接經濟損失5000萬美元 間接損失令計 我很憤怒 在這裡 小編也想說 如果當事人是造謠 那這樣的處罰也絕對不夠 傷害了14億人的感情 以祖國的花朵為炒作工具 怎麼說 也要判個無期 罰個五億 可是 證據呢 動機呢 網絡前言資訊 分享獨家解讀 歡迎朋友們關注萌波報